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要开上的这台QNAP NAS非常不一样 这台的型号是TS-H973AX 因为这台是我第一次在QNAP的机种上面去尝试使用QTS-HERO QTS-HERO跟以前的QTS就不一样了 它采用的是ZFS的档案系统 跟以往常见的XT4档案系统是非常的不同 当其他NAS厂商几乎都是在主推PTRFS的时候 QNAP反其道而行选择了ZFS 甚至QNAP有一个网页就是专门在解释 为什么他们不采用BTRFS 在去年QNAP的Tag Day 2020上 议程中也介绍了QTS-HERO的机种 那就是支援ZFS的 或是TS-H886这种针对大型企业的NAS 所以去年底QNAP又推出了TS-H973AX 针对中小型企业或是工作室 但我觉得QNAP的产品线上就更加完善了 提供了这么便宜 而且高CP值的ZFS机种可以选择 另外它也支援更快速更小体积的快照 所以对于版本的控制上 理论上就会更加节省空间 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就是容量上限 之前QTS的容量上限是250TB 而其他家NAS的容量上限差不多也在这个极限 但是在新的搭载ZFS的QTS-HERO里面 它最高可以达到1PB的容量 是PB哦 完全是一般使用者难以想象的容量 而且ZFS也能够支援超级多的档案 单档的容量上限也有个超级大 这边讲的超级大就是 一般人都摸不到的天花板 因此我觉得这部分大家就当冷知识就好了 此外搭载ZFS的QTS-HERO 还内建了Checksum的功能 它会自动降验数据的正确性 就可以减少错误的发生 当然随着时间和技术的发展 新的档案系统都越来越强 就像ZFS一样 搭载了比较多新的功能 比较先进的技术 现在来讲 当然每个档案系统它都各有优缺点 不过不便的可以看到 现在新的档案系统真的是越来越强 而且我们也已经真的可以在生活上用到了 此外我觉得很棒的就是 TS-H973X这台机器 它并没有局限你只可以安装QTS-HERO 如果你要去安装旧版的QTS也是可以的 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就可以选择 就我觉得留着这个给消费者选择还是非常不错的 TS-H973X主打的是ZFS的企业用场景 QTS-HERO的目前我操作下来的感觉 其实好像跟以前QTS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可以说是几乎完全没有学习门槛 界面都跟以前完全一样 以前可以用的APP现在也都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衔接性还是蛮不错的 稳定性上也非常好 那新增的功能像是什么呢? 例如在储存与快照管理这个APP中 可以看到储存空间这一栏下面 各个储存值的资料夹有多一个黄色闪电的符号 这是因为目前有用两颗SSD在做快取 影片后面我们会再用文章将过程整理出来 那还可以看到这边有多一栏资料缩减的栏位 里面有两个选项 压缩和重复资料删除 其中重复资料删除这个功能对硬体的要求比较高一点 最低要16GB的RAM才可以开启 而这边三个功能 SSD快取 资料缩减 重复资料删除这些功能 都是可以针对储存值下的各个资料夹独立去做设定 因此在操作上就给了使用者很大的弹性 那讲完了软体方面的差异和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CP值很高的NAS 在正面可以看到有主机 网络 各个磁碟状态都有指示灯 然后下面有一个电源键 塑胶的面板上面有类似法斯文的处理 所以不会反光 也不容易留下指纹 加上它的表面有点弧度 跟机身搭配起来还算是蛮不错的 那前置有一个USB3.2 Gen2 10G的USB 后置IO则有三个USB3.2 Gen2 10G 其中两个是USB-A 一个是USB-C 那这台机器它是没有HDMI的 对于桌上型机种来说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啦 那之前有说过 我觉得蛮可惜的原因 是我觉得没有HDMI 对NAS来讲其实蛮不方便的 但其实人家QNAP这样设计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像是这颗CPU 它内建就是没有GPU的设计 网络部分有一个10G 两个2.5G 那采用的是外置电源设计 那也的确啦 机壳内也没有什么空间 可以再放电源供应器了 那这边电源供应器的信号 我们就列在这边 规格是12V 10A 120W的 电源的接口是比较少见的 看完外观和IO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硬体规格 CPU是AMD的Ryzen V1500B 那这个是LTS的版本 它是一个四核心八值型序 时迈2.2GHz的处理器 那记忆体呢 有8GB一条 那最高可以升级到32GB 是Soldim的No ECC CPU上面有铝锂型的散热器片 刚刚提到的网路的部分 有提到它有一个Tengi网路 我觉得这个Tengi非常重要 那这个Tengi网路 它是透过 由PCIe经过 OnQuantia AQC107转接出来的 那另外两个2.5G的网路 则是透过Intel 2.5G的网路晶片转接 这次速度跑分 主要是用Windows 因为我的Mac 虽然透过转接 也可以达到10G 但大概只有跑到六七百Mb 可是我看了 其他人一样用Mac 然后用Solderboard 3转接Tengi 在MacOS 10.157的版本下 是可以跑到九百多Mb以上的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的设定有问题 或是我的环境有问题 才会这样子 那刚好呢 我们最近有一台HPZ640 Server 在我们公司 那这一台是双路的E5 二十四执行序的 看起来就是非常少 那就顺便拿来测试一下 那在Windows环境下测试 也是非常稳定的 看来这个Mac真的是我的问题 在测速之前 也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槽位配置 其中两个是U.2 那U.2它是属于 比较企业级的应用 否则通常它速度比较快 有更高的iOps 也有更高的洗入寿命 当然保固通常也比较久 而TS-H973X 采用了两个U.2 一看出它主要主打的客选 就是企业用户 你就可以想象它是把server的样貌 改为桌上型的 那有关U.2的更多介绍 可以看我之前用 Thunderbolt 3外接SSD 然后外接了一个 U.2的奇葩接法 还蛮好笑的 但是这次就不用那么客难 因为它有转接盒 这个转接盒型号是 QDA-UMP 那这是一个M.2 2280 PCIe转U.2的转接盒 它的规格是PCIe Gen 300 Fold 那如果是更长的SSD 例如说22110的规格 它就放不进去了 这个转接盒六面都是金属铝合金的 那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散热 才做金属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收边有点粗糙 有些毛边 但基本上你插到NAS里面以后 也用不到了啦 那表面呢 它上面也有设计散热的奇片 帮助散热 随附也有多条的导热贴片 让你更换 这次搭配的SSD 是Samsung的970 ETB 总共有两条 所以两条就分别安装到 两个外接盒 然后外接盒再安装到 NAS下方的2.5寸空间的1跟2 这两组ETB的SSD 根据QNAP的建议 我在储存与快照管理这个APP里面 设定作为 读取快照和ZIL同步IO写入记录 拿到同步写入断电保护 和提高读取的性能 另外在设定的时候 它也会询问你要用 哪一种快取模式 那以我的情况 比较多是单档 较大的多媒体素材 因此选择的是 全部IO 就是针对档案服务 和媒体串流的快取模式 实际测试两颗U.2 SSD的速度 两条1TB作为RAID 1 在ASIA里面测速 档案大小4GB 写入速度大概是700MB 读取速度大概是800MB 那下方还有两个2.5寸的空间 目前是放了两颗 Samsung的860 Pro 512GB 两颗 那作为主系统空间 设定为RAID 1 那在ASIA写入速度 大约是700MB 读取速度大概也是700MB 而主要储存资料的 则是用了三颗 细节的Ironwolf 4TB 三颗作为RAID 5 再用刚刚提到的两颗U.2 SSD 做快取 那设定方式就像是前面提到的 快取模式 使用的是全部IO这个模式 在ASIA写入速度大约是700MB 那读取速度就直接突破1000MB了 后来刚好其他Ans结束 手上多了两颗Ironwolf 4TB的硬碟 跟目前三颗的规格是一样的 所以就把它全部 5颗都放到TS-H973AX里面 将5颗硬碟组成RAID 5 写入速度大概在500MB到600MB之间 而读取速度大概在950MB到1000MB之间 在5颗硬碟组成RAID 5的条件下 再把SSD Cache打开 可以发现 读取速度基本上还是在900MB接近1000MB左右 但读取速度就提升蛮多 大概到600MB到700MB左右 而在价格方面 一开始TS-H973AX 8GB的版本 才卖26500MB 真的是非常便宜 那不过之前好像是涨价到3400MB了 可能这台真的是卖太好吧 或是一开始定价太低 那转接和QDA UMP价格原本是1499 后来也稍微提高到了1799 没想到居然2020年 2021年可以看到 除了显卡以外 NAS也可以体验到早买早享受 早买还赚了好几千块的情况 那我觉得目前的价格就硬提上来说 跟其他市场上的产品相比 还是蛮划算的 尤其如果你手上本来就有U.2 SSD 那真的就蛮不错的 如果把两个U.2 SSD当作是同价位的机种中的M.2 扣掉两倍的话 那对上QNAP自家的6倍机种 有TenGee的网络 又有USB 3.2 Gen2 所以我觉得价格上来讲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当然价格这么便宜 我想应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例如一般大家都觉得塑料外壳可能比较有廉价感 那也的确 我开箱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质感还有外观 甚至说安装的手感的确没有TBS672N 或是TBS472XT那么的好 毕竟这些机器都是金属的嘛 但是我觉得塑胶外壳也是有优点的 但是塑胶外壳就不会像金属机壳一样啊 容易被漏电电倒 所以塑胶机壳用起来还蛮安全的 这一点我就觉得还不错 安心的不少啊 那侧边呢 它的设计有条状的进风扣 底部也有大范围的进风 底部四周有各有一个方形的脚垫 还蛮厚的也蛮有弹性的 摩擦力也蛮足够 顶部有规格型号的贴纸 那后方有一颗14公分的风扇 托盘也是塑胶的 那它的把手是没有弹簧 整体来讲我觉得手感就有点小扣分 那全部九倍都是免工具安装 完全都不用螺丝就可以扣上去的 每个硬碟槽位的托盘之间 也留有适当的空隙 可以让气流通过来帮助散热 TSH973X这台机器 QNAP原厂提供三年保固 总结来说 以这一台九倍的NAS 然后它同时又具备了NVMe SSD 还有Tanky网路 但是它的价格其实才跟一般 四倍或六倍的NAS差不多 我就觉得非常便宜 甚至它目前更是QNAP支援 QUTS Hero机种里面最便宜的 而我目前用QUTS Hero 或者说ZFS 目前用下来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蛮稳定的 如果你是想要找这样的机种的话 这台我真的觉得非常亲民 非常值得入手 而且它还有Tanky网路 那如果大家对这台NAS 有更多的细节想要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讨论看看 影片内容制作不易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